联邦宪法的来源是怎样的 首先我们要懂它的背景 它是怎样来的 它的基础来自哪里 首先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马来人其实有自己的国家法律 比如说王上本身就是统治者 而人民主要是给提供中心 就要中心一点了 然后所有的法律其实都是由王帝决定的 所以比较出名的就是Hukong Kanun-Malaka 跟Untang-Untang-Lao-Malaka 这些都是马律甲王朝的法律 还有其他的也是有抄Hukong Kanun-Malaka的 比如说Hukong Kanun-Bahang, Kodak, Johor 跟99 Perak 这些都是有Hukong Kanun-Malaka的影子 当然西方国家来过很多东西都有一点改变 所以西方国家来讲的话 第一个法律出现的是NNS的法律 我们叫Chartel of Justice 是来自英国的法律改篇过来的 然后适应着你的 在沙拉瓦这一边就有 The Sarawak Application of Law Ordinance 而沙巴就有 Sarawak Application of Law Ordinance 每个州属都有特定的法律 他们做一些改变 沙巴沙拉瓦 用沙拉瓦来讲的话 是由Common Law 改篇过来的 这样子咯 然后我们接下去 这个NNS的法律 基本上有分三个阶段 三次改 第一次就在宾令这边做了一个法庭 然后第二次的时候 就把三个法庭给同意了 然后不容中国第三次 他又把法庭分成两个部分 一个是南边的 也就是新加坡跟马六甲的 过后就另外一个是在布朗宾南的 而沙拉瓦来讲的话 一开始 他给了这个Marjuris Negeri 也就是我们的Cousal Review 基本上给他们全力去做法律 里面有45个人 最大的那个是秘书长 而另外一个Marjuris Negeri的另外一个 我们叫Marjuris Tinti 最高的 最高委员会 应该是这个吧 里面有Gabernor 有Certua Sertia Usterhe Certia Usterhe Gawangan 跟Peguam Negeri 主要的人物有这一些 然后到最后呢 在1959年 沙拉瓦宪法 就直接把管国家 管理国家的这个权力 直接交给Marjuris Tinti 跟Marjuris Negeri 这样子 而沙拉瓦比较简单 就有Marjuris温当案 很明显就做法律的 跟Marjuris Kertje 主要是做工的 而Gabernor 基本上有权力 制定法律 沙拉瓦相对来讲 比较简单一点 OK好 这样我们的联邦宪法 基本上 它在制造的 制定的过程中 它的Sertia Usterhe 到底是怎样的 它是讲一个 1877年的时候 第一个开这个会议的是Pera Marjuris Negeri Pera 就开了这个会议 由Raja Mudai Yusuf主持的 然后他们主要的是去弄Pera的州的这个法律 然后过后 其他州看到了过后 其他也跟着玩 每个州都自己有法律 这1877年 这是第一个 OK 然后过后呢 在1946年 因为有NNS NNMB跟NNMTB 他们自己都要有自己的法律 所以NNS呢 就由Marjuris Undangan做 NNMB 因为它是Persercutor的 所以由Marjuris Persecutor案去弄 NNMT 基本上是Marjuris Negeri去弄 所以这个基本上要去配一配的 你要搞清楚 OK 懂吗 他们的法律是谁弄出来的 要懂 接下去 1948年非常重要 因为当时候我们要成立 我们的这个Persercutor案 我们成立联邦了 Alright 所以我们的所有马来州属 Marjuris Undangan 记住啊 没有新加坡啊 新加坡那时候是英国人的 OK 所以Marjuris Undangan 跟其他马来州属 大家都在讨论东西 主要讨论的东西有四个 第一个 国家的管理 马来人的权利 法律跟公民权 这个一定要去take care OK 题目会问 然后最后 接下去 1957年的时候 我们成立了Sul Hanja Ring 因为要制造我们 Persercutoran Tanah Melayu的这个法律 我们copy 这个威敏市的Modern 就是英国人的法律 OK 然后直接在8月31号的时候 直接生效 因为那时候我们独立了 这样子 OK 所以啊 在Persercutoran 1957年的时候 就 这个独立的时候 要弄出来的一个合约 里面有讲到五个重点 第一个 我们成立的是一个联邦政府 OK 我们要make sure 马来人的王上的权利 不会被剥削 马来人的特权 特别地位要留下来 一定要顾及其他种族的利益 我们的partement分成两个礼堂 第一个是Dewan Rayyad 第二个是Dewan Nagara Dewan Rayyad 就是你Bilihan Rayyad 选出来的那群家伙 OK Bilihan Rayyad 这样子咯 跟大家拥有一样的公民 OK 公民圈这样子 所以这个基本上就是我们 这个Bernbakan Bersekutuan的演化 OK 这样我们国家的这个宪法 有什么主要的特点 你要懂 在以前就不一样 以前来讲的话 我们是Beraja的 对吗 王上基本上有自己所有的权利 OK 这个不多讲 他默奈的 对不对 当然在独立过后 我们就有Democracy Berpartement 我讲过Democracy Berpartement 就是说有 Dewan Rayyad 有Vakiu OK 阿共基本上有权利 OK 他还是一样是Bermerindad Tingki Nagara 把他权利 OK 是宪法给他的 这样子 OK 他有其他的东西做的 OK 比如说这个 你可能可以记一下 第一个 他可以蒙安奔别人 或者是延迟某个人的一些 叫什么 可能你被判有罪 阿共可以安奔你 这样子 原谅你赦免 这样子 他可以委任一些主要的那些职位 比如说委任首相 委任那些部长 在周数方面 他是 Kedua Negeri OK 然后他的所有 Kedua Negeri 执行的权利 其实自己不能做 但是由 Margis Meswarat Negeri 做的 他有那个权利 但使用权利的人 是Margis Meswarat Negeri 一样 他能够安奔别人的罪 或者是延迟别人的罪 OK 然后委任一些官员 Kedua Negeri 王上来讲的话 Raja 基本上是 Kedua Matan Kedua Matan 他是被尊敬的那个人 也是公平的象征 所以他通常还可以做一些东西 比如说给你一些风刺 OK 风你做Dato Dato Siri 这些东西 这些都是他的权利 这也是Kedua Traditional 然后进下去 另外一个就是 Agama Islam 你要记住 我们的这个Agama Islam 基本上是Under每一个州的王上 OK 谁管Islam 就是那一个州最大的 Raja 或者是Sultan 有些州 他是没有王上的 比如说 Melaka 对吗 Melaka没有王上 OK 然后跟布朗宾囊 对不对 这样子 OK 或者是我们的联邦直下去 比如说 Kedua 这样没有王上 怎样 就直接Under Agong 他是我们的官方宗教 OK 就是Agama Rasmi OK 好 接下去 马来文 马来文保留了 我们的国语 跟官方语言 OK 马来人的这个特权 特别地位 基本上都被保留的 由阿公保护 OK 然后 除了保护马来人的之外 沙拉瓦的 Bumiputra 土族基本上也会被保护的 沙巴沙拉瓦的 然后其他种族的利益 也不会被忽略掉 这个是一些传统的东西 然后被保存下来的 在我们的现场里面 OK 那另外一个就是 Ciri Modern 就是新的东西 OK 新加入的东西 比如说我们把国家分成 Besakutuan 跟Negari 联邦 或者是我们讲中央政府 跟州政府 是区分的 大家管的东西都是不一样的 沙巴沙拉瓦都有一定的autonomy 就比如说教育方面 OK 移民 immigration的东西 基本上都是自己管回自己的 OK 这后期会讲到 接下去就是我们的公民权 我们基本上 人民当时被分成两种 一种叫Raya Raja Raja Raja就是那个州属是有王上的 你就是Raya Raja but 另外一种就是你在 Melaka跟Pulabinang出世的 OK 所以这些都会得到 一样的公民权 这样子简单 然后接下去 它叫什么 System Democratic Parliament 就 有这个大选 人民选自己喜欢的代表 成立政府 OK 所以为了make sure 这个大选是公平的 我们有一个大选委员会 Sulhan Jaya Bidihan Raya 这样子 所以我们有两种大选 不懂你知不知道 OK 你通常去大选的时候 有两个桶给你动 一个是for persecutuan的 选中央的 一个是选州的 OK 所以有时候为什么只有一个 因为可能那个时候你的州没有州 州的大选 只有国的大选 所以就会有一个东 所以就有分这两种 所以这些都是我们国家 国人巴干的一些特点 OK 有保存以前的东西 同时有加入modern的东西 OK 马来西亚宪法曾经有做过几个比较重大的 就是改变 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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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第一个 就是我们的 马来西亚刚成立过后 我们就把这个高级法院呢 高级法定呢 弄成三个 就我们 persecutuan 然后我顺便给你一个金字塔 OK 可能我发这边 OK 来 基本上挺简单的 OK 马来西亚的宪法 整个structure来讲的话 大概是长这个样子 最上面这个有一个 然后两个 然后第三个 然后这边分成两个 然后再区分 所以这样子的话 你就懂了 首先最高的那一个 我们要做 Makama Besakuduan 这样子 OK 然后Besakuduan 但通前这一边呢 我们还多出一个的 叫做Makama Kars OK 特别法院 然后这一边 就是上述法院 Makama Rayuan OK 来到这边上述 OK 然后这一边 就是我们的 Makama Tingi Malaya 这样子 OK 然后这个 就是我们的 Makama Tingi Saba 跟Sarawa 处理 Saba Sarawa 的事物的了 OK 所以啊 这一边都是我们的 OK Makama Tingi Sorry 应该是讲Makama Atasan OK 这样子 然后下面基本上我们就叫做 Makama Bawahan 这样子 因为这一边来讲的话 就是我们的Makama Session 这样子 比较小 比较普通的按键 如果你突然间 Summan不还 你就会去到 Makama Magistri OK Magistri 这样子 这基本上就是我们 马来西亚法院的整个构造 整个structure 这样子 OK 然后接下去 我们看下面 还有什么改变呢 基本上Bornio Bornio基本上讲的都是Saba Sarawa 那一代 主要是处理一些Saba Sarawa 的事情 所以那边的Atau 就是Ketua Hakim Bornio 只是后面名字改掉 变成Ketua Hakim Sarawa 这个简单 没有什么特别的 然后下去 还有这个Yangtipetua Negeri Saba Sarawa 是没有王上的 所以它要有一个Yangtipetua Negeri 是由阿公委任的 所以它基本上是听Makistri 的Tinggi 如果在Sarawa的话 它是听Makistri 的Tinggi 来执行它的权利的 在Saba 它就是听Kabinet Negeri 来执行它的权利 这样子 1965年 发生了一个比较不幸的东西 就是东瓜都达曼 基本上它做了一个改革 一个改变 一个改变 就是 新加坡 因为新加坡要离开马来西亚了 所以它没有办法享有 跟我们一样的 Immigration 移民的这些 那个叫什么 Advantage 就是一些方便 财务上也跟我们不一样了 跟外交关系 防守 国防方面都变得比较不一样了 所以这些都是 当时做了一个比较大的改变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Bernbaga案 OK